哇,厲害啊! 哇,挖長山! 哇,望命挖長山! 哇,要追到的,看看 哇,飛去哪裏? 哇,厲害啊! 這個西貢景色很漂亮 原來過少少才是營地 看見了,這裡 一個大草原這邊才是營地 星期日的鑽石山站 今天打算去烏溪沙那裏 拍攝一下,所以先搭這個團馬 我覺得這隻茶果王挺好喝的 莫里花茶無糖 不過也蠻貴的,也要13元 現在一枝飲品都不便宜 稍後有一套叫做安雅與魔女 公奇俊的兒子作品 不太看好,不過也會看 今天出發了 今天打算去安山探知館 所以先去馬安三站 這麼快就到了車工廟 哇,星期日地鐵都沒有人搭 這條線是沒有人搭的 在巴士站那裏 外面有一條安雅街 乘坐NR84 上山 我去到探知館 這裡的板像很奇怪 1點來到,要4點才有一帆 所以就走了 最後乘坐新街的士上山 去馬安山村 這間是村巴 要上山 上山中 加州海國乘坐 16.64 16.64 加州海國乘坐 原跑得來 搭了三個自車 真的到了馬安山村 這間是村巴 可以乘坐 但問題是不知何時開 我上來就40元左右 40多元 跟朋友合金 到20多元 我覺得乘坐的士還可以 周圍的環境就是這樣 找一找個淡之館 嘩,這些車真的很好 要1點 4點半 哇 下山真的有個疑問 到時再說 一場來到 一個大自然的地方 挺奇怪 不是很方便的 上來 這個地方 沿著這條山路上 看看會去到哪裏 看看會去到哪裏 嘩,這個地方很寧靜 寧靜得 嘩 嘩,耳朵是 有少少耳鳴的感覺 很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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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回頭 因為 原來 不用走上來 先走回去 嘩,西愛桃園 這裡 有些樹 有些花 還有一條溪流 都不錯 那條路在哪裏 在這裏 找一頓 要進村 村子在這裏 要進村子 OK 就在這裏 人生路不熟 這裏有條平安橋 就在這裏 那這裏 是平安橋 很快 過了 很快 這裏要進村子 這村子 我見怪不怪 也不是新的 好,現在到這裏 小溪流 小橋流水 這裏 不知道走哪裏 有分岔路 兩邊都可以的 找路上去 沿途都有些巴超樹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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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寫探紙館 這裏不是很清晰的 探索館 搞到這裏很神秘 這裏 巴超樹 都很耐歷史 感覺上很大棵 進村子 這個景點也算是南門 因為都沒有人 好像上來 上去看看有什麼看 後面有一片綠油油 看見山脈 又看到高樓大廈 這就是原先大自然的模樣 這裏是探紙館 這條路是沿途的 都是村屋 很神秘 不覺得它有什麼文明 找到了 I see you 這裏 它是以前的 禮堂那些 恩光堂 先戴上罩 有些蜂仔 這是探紙館 真正 恩清營 進去看吧 這裡 一開太鼓壁畫 有點像那個 我忘記了哪裏 又是個教堂 不過我忘記了哪裏 是個教堂來的 難怪這麼深 順義會 禮拜堂 幼稚園 有宿舍 杜鋒山 有點像那個設計 整個好像城堡那樣的東西 周圍走走走走 這裡有一間屋仔 古屋 真是探紙館 又不是假的 每個人都在這個位置打卡 安全第一就是這個位 這個位置真是來入 安全第一 以前不知道是不是採礦牆 抗洞 真的抗洞 這裡有寫歷史 不過有 對 抗洞 240ml 抗洞 這個是無疑 不是真抗洞 它無疑抗洞的樣貌 不是真的 這是假的 讓你感受一下 這間屋仔應該擺雜物 OK 上去看一看 上面比較容易 這裡也有洗手間 上去看一看 有一個教堂的地方 這裡有個 台凳 咖啡店 的地方 這裡有個 觀景站 高處看下來就是這樣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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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荒廢了 這間屋仔 前身是那些教堂 這個村莊 他們都有一些 プロ mumbling 也要量体温的,安心出行的 没错,没错 谢谢 这里是矿工咖啡 这个就是信义会礼拜堂 我也拍一拍卡 进去看看,这里有探子馆 记载了这里的历史,其实那个矿山在对面 矿工就在这里建了一条村,就是马翁山村 然后赛马会后期就捐一辆车出来,因为有些居民就不走 就留在这里,这里写下了一些历史 所以正式来讲,矿场不在这里 不过那些是一些矿工的住所就在这里 好久的历史 矿场不在这里 探子馆有些矿物 这些石头就不太会欣赏了 我要把这里放在一起 其實旁邊有個咖啡 稍後過來看看 有個Scream 講述故事,因為前身是礦村 傳教士進來 傳阿教 後來居民都離開了,學校也沒有學生 讀書 所以居民都離開了 剩下一些居民 他們又找不到食物 也想念這居民留在這裏 教堂也很美 天花 好像是鐵板 這裡也有些模型 抗石牆 香港也很少油 很難才能看到 整個村落就是這樣 整個建築就是這樣 很漂亮 外面 這裡有個咖啡 看一看 咖啡就是這樣 小小的地方 旁邊還有一間學校 不知道是否可以 這裏 這裡有個草地 正式來講 礦山在對面 還有一個岸平大草原 不是岸平360 那邊其實可以通往西貢 那邊 這裡應該不可以進去 對,裡面沒有東西看 今天一場來到 也在這間咖啡店 休息一下 或者喝杯 那裏 那裏的布置也挺漂亮 都掛了一些畫 一些很細幅的畫像 在這裏 那裏有一個館長推介 一個南泡 南泡咖啡 五十元 這個 這個就是抗石曲奇 那裏有些紀念品 寫著 香港礦山 可以支持一下 有些手信 那裏 那裏有一個油燈 配一個 石頭曲奇 真的很像 這個樣子 很有趣 外角真的好像 礦石一樣 很漂亮 吃石頭 曲奇餅 這裏不是很甜 很好吃 支持一下 這裏是三十元 這裏也是非謀 教會活化了這裏 五十元也無所謂 已經離開了 在這裏打一張卡 也有少少地標性 打一張卡 有個小教堂 沿著這裏山 有個大草原 走 挺有趣 今天試試馬鞍山 過去西貢那裏 出去 平時都去獅子山 附近都經常拍攝 這裏的山脈是蠻漂亮的 村巴的位置 NR84 是很適合 這裏是 就住村民的 生活節奏 去定 早上和晚上 比較多 這裏是上廣坪的 就是這裏 這裏是上廣坪的 就是這裏 反而一開始 我就是走上去 真的有個樹洞 挺有趣 然後 有條大馬路 有條車路 不是大馬路 那裏 再沿著上去 沿路 沿路 也有些斜路要上去 希望 不會太過長 今天大不夠水 沒有想著要走去 平原的位置 大草地的位置 等車等到四點多 也有時間 所以不如 就穿過 看看能不能穿過西貢 中間這裏 也有一個停車場 很多車 這條路也很簡單 應該是一直走 今天是星期日 這條路線 唯有一個好處 就是沒有人 後面有一個山脈 也很漂亮 太難滿的關係 沒有人走 嘩 好清 嘩 這個池真的很清 嘩 這條溪流很清 有些人在洗臉 梳洗 然後繼續走 這條溪流 挺漂亮 這些是活水 很漂亮 又要上樓級 這條路應該叫馬鞍山交遊徑 稍後隔一條 麥理浩 第四段 應該可以進回西貢 很長的 一條山路 剛剛看到 師奶 吹水 再不是說移民 是說MIRROR 走山也說MIRROR 花姐MIRROR 有時你走山 因為已經很滿 有時會聽到這些話題 都可以反映到這個時代 這樣就繼續走 大概走五百級左右 都走了半個小時上來 到了一個涼亭仔 出奇地很香 那這裏就有些人氣 因為這個位置就是分岔路 來的 下一個涼亭仔 有十字路口 看到很多行山人士 應該是西貢那邊上來的 直下去就是物理很厲害 可以看看那個水牌 行鞍村 基維爾營 大水井 有幾個景點 這裏都有條路上去的 十字路口 這一邊就是 叫做 企嶺下 它就說4分1小時 昂平營地 就是昂平大草原 我相信就是 很多人露營的地方 沿著下去 就應該到 走三個字左右 沿途開始有些牛市 不過應該走多一陣 就到那個營地 看到每個人都拿了些厲害的東西 那應該 去到應該很多人在紮營 沿途一片綠油油 那就有別於市區的景色 還有 都幾香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我聞到一些花香味 除了牛市味還有花香味 是 這座山多特別 原林隊 遠處都看到有些人 沿著山路走上去 應該到了 然後到了 那棵樹很有趣 看見到 嘩 一天一地 有樹 這個景色很特別 一天一地 有一棵小樹 這座山我都喜歡 很特別 看見到別人的紮營 就到了 這大草原 嘩 很漂亮 看出去很漂亮 很壯觀 第一身和大家看看 嘩 很瘋 這個景色 很漂亮 嘩 很漂亮 很漂亮 嘩 人們 躺在崖邊 不怕 斜斜地 嘩 玩得很大 但很漂亮 很漂亮 沒有什麼露營 先小心一點 這裡感覺上是一個斜坡 斜了下去 嘩 人們不怕 看到西貢 很漂亮 如果它能見到高一點 可以看到外面的沙漠 可以看到外面的沙漠 更加好 好漂亮 進了山 人們可能平時就在這裡露營 今天就不多 不看回 只有一家 嘩 很厲害 滑翔山 看命滑翔山 嘩 嘩 可以追到 嘩 飛去哪裡 嘩 厲害 很厲害 在高空 看下去 西貢的景色 挺特別的 很少看西貢 就是這樣看 以前有去過很多外島 今天就高空看下去 嘩 起到一些樓 麻麻麻 看到一些村屋 不是高的 因為西貢的屋 應該是西貢 就是西貢 挺有趣 雖然也不是看得很清楚 其實這裡 可以看回 我以前去過的那個長索島 它不止一個 其實旁邊也有一個長索島 這是一個小島 這個大島 我也試過 去那邊遊歷過 好奇妙 現在高空看下去 這個西貢的景色很美 原來過少少才是營地 好奇妙 看到了 這裡 一個大草原這邊 才是營地 冬西罷 不過很遠 就是啡啡的 地式 就是 基本上看到了 一些 例如我去過西貢的景色 看到了 看到遊艇會 還有一架小船 很遠 看過去 這個山很漂亮 這個山 山路可以上去 嘩 看到了 有些跳傘的工具 在這裡 沿著走 到了營地 那個大草原 這個位置相當多人 很多人玩跳傘 這個位置 很多人玩跳傘 有些人在玩航拍 看到一些人 很多人玩跳傘 哇 真的很多那些 其實不是露營 那些人 是玩命 很多人在玩命 飛翔傘那些 空中澳牆那些 一大堆 有些人在欣賞西貢的景色 有些人在等人飛回來 很多人站在那裡 不知道為什麼 又不是露營 那些人 玩飛翔傘 只是玩飛翔傘 這裡更加開陽 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沿途都是圍著西貢 來看的 那這裡呢 哦 有一個觀景台 哦 這裡觀景台 OK 對了 到了 這個岸平觀景台 可以再次看回下面 那這裡有一點圍欄 感覺上安全一點 還不喜歡跌出去 可以頂一頂 可以近一點 看到西貢那些 西貢碼頭附近 那些景色 都可以看到 外島 可能這個位置好一點 這樣就更多一次卡 除了西貢景色 這裡呢 那些山脈景都很漂亮 那些人在那裡看什麼呢 就看那些人玩飛翔傘 那樣 不特地看了 圓圓不絕的 延綿不絕的 那些山脈 那些山脈 很淺色 就是外面那些山脈 好了 拍完營地 那就拜拜了 那應該走半個小時 可以出西貢 那試試行不行 那半個小時的路程 就會去到大水井 就是近西貢那邊 那就是 這條路 繼續走 近一點看到遊艇會那邊的景色 那小路 這條路 那些山脈 就會 上山脈 會繼續走 那些山脈 也有點凹凸不平 走的時候 要分內小心 要繼續走 哇 沿途越走,就發覺石頭是有條路,但也是很難的 所以這條路這麼少人走 由西貢大水井上來 就因為他也有點難度 所以沿途是小貓一兩隻走上來 這裡有一條山路,其實都下了很久 然後這一段比較陰一點,但也很漂亮 但真的下了很久,還未下到底 因為我們可能很高地下去 中間也有一個竹林 這裡也有 穿過一個竹林 真的走上去很遠 應該就到,不過半小時有時候說長不長 短不短 因為他那種概念就是 有時候你走山 因為他要看你勞動,你會覺得好像走了很久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西貢結界,可能真的有 也都是一個,其實就是因為他有一些路是比較 奇特 令到你覺得好像入了結界 還有那些路呢有些重複 這裡又有一個竹林 希望應該就不是結界的 因為還是一條很完整的路 不過幾特別 他有些圖案的 弄得好像又來過 就是那種感覺 OK 保持住 但又可以捉了 上山也挺辛苦的,難怪這麼少人走這條路 結界? 嗯? 嗯? 這些是結界 結界? 結界? 噢,這些位置 沒有人騎到你進去的 那繼續走 因為這條路是第一次走 很多山路都是第一次走的 無論如何 那繼續走 噢,有墳地 旁邊有墳地 右邊 那不拍了 OK,這樣就一直走 那邊有墳地 那邊有墳地 那邊有很多墳地 還有金塔 那應該沿著下去 就是會到一條村莊 那這裏呢 又是竹林來的 那邊有墳地 不過就石級了 那這樣就不同了 整個地貌 不會說很重複 那這裏呢 有個食水缸 那我見回一些 都市的建築了 哇,多厲害啊 這裏是馬鞍山 哇,今天呢 其實有一段路是搭車的 接著呢 就去到岡平山 大金鐘 應該不是 就是剛才 很靚的那個山 大金鐘 應該叫做 現在看看 沿路下來 出回去 來到這個大水井的地方 或者叫做什麼 石籠仔新村 哇,這些房子挺漂亮的 西貢這些房子 沿路走出去 應該會到西貢市 都漂亮的啊 有別於我平時看的 那些屋子 這些屋子 都是漂亮的 都漂亮的啊 那這裏呢 有幾條村 其中一條呢 叫做黃竹山新村 一辣都是一些漂亮的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那些新界人呢 就其實在享受 一些 一向都像外國的生活 那這裏呢 哇,有個樹王在這裏 好少見啊 好極啊 這波好極啊 哇,這個屋子是同一個屋 就是屋的尺寸來的 好少見啊 好極啊 那這些樹就相對有靈性 很漂亮的啊 就是鎮住這條村的 很漂亮啊 這條村也很鎮 不會說熔熔爛爛爛的 鐵皮屋那些 這裏呢 這裏有個鎮瓶 村公所 那些鄉村的地方 僅有這個地方 那外面又插齊了 沿途也有很多車進來 有些是回家啦 坐的士 這裏呢 這裏有個紅花村公廁 應該這條叫紅花村 其實都未落到底的啊 都 有點高度啊 這條村呢 就是類似 新界的半山的 我感覺到 所以那些人是要出入 都要乘車上來 我想都要走整個小時 才出回到市區 咦,前面呢 幹什麼呢 抄牌啊 這麼搞笑的 車停了這裏 三個警察 在搗一個 不知道什麼事 哇,西貢呢 看到很大隻狗啊 這些呢 通常就 西貢很多這些 大隻 像草蜜小精靈 還有兩隻 哇,很厲害 哇,有牌啊 感覺都在半山上 哇,大斜佬現在下去 啊,一直下 都未落到底的 都是繼續是那些村屋來的 那我發覺原來西貢呢 哇,這些村屋呢 其實都幾 幾多幾大啊 那就 繼續下 村民都寫了個牌的 向左直走 去西貢市 再緣右直走 因為都好迷宮的感覺啊 這裡的 就是那些村屋啊 那樣 好像條條路一樣 還有一直下 你都覺得好像沒有盡頭 我猜不到 我馬鞍山過來這邊 都 原來都 上了很高 然後下來 提外話啦 因為呢 有幾段路呢 就奇怪少少的 我自己就 走經過 一些位置 就頭痛 頭痛 那我朋友又沒事 這樣 其實一向都知道 其實西貢呢 因為它歷史很悠久的 其實都是以前的村民住落 就是這樣 你說 他們 未必歡迎我們 不出奇的 我覺得 所以我又感覺到 少少而已 少少而已 過了個段 就沒事了 日光日白 那些村屋 有時都 咦 有點頭痛的感覺 現在又沒事了 似乎是一些氣場來的 純粹個人感覺到 其實這裡也有很多結界 故事 那些 今天就不是說這些 不過 剛好現在感覺到 又說一下 出來就開陽一點 那就正常很多了 應該差不多 出到市區那邊 這隻貓貓 都沒有了 站得很厲害 看到很多人在這裡做手勢 唱歌 因為有一間教堂在這裡 剛巧他們崇拜 後面又唱著一些 聖詩 終於出回去 那條公路 都理解 跟我的頭痛 是吻合的 因為那裡是比較 可能陰氣 一定有一點 西貢 那些教堂 震著 風水上面是對的 幾經辛苦 好 終於來到西貢市中心 這條叫普通道 4點35分 都 沒有特別雞事 都還沒有6點 順順利利 都有點事多 可以補一下水 然後這裏有438萬 這裏有340尺加276的天台 不錯 因為全部都要上山 要開車 有780萬 不是570萬 那就700車 出來大街 有92尺 剛剛好 直七 轉石山 非常漂亮 不過就可能沒有位置坐 因為 總站都坐光了 嘩 很順利 有位置 直出轉石山 轉爛間 乘巴士 來回轉石山站 去吃東西 今天的旅程 挺有趣 由馬鞍山走到西貢 沒有想過這樣 其實純粹是 走西貢 烏溪沙一帶 變了走西貢 疑似跌了 少少的結界 出來 都有一些 特別的體驗 在西貢那邊 應該分兩集上 回去再展 先拍照 多謝收看 對 頂級 好嗎 謝謝 謝謝 大家 我們來 先坐在那邊